赵露丝幼儿园小学招曝光 连装妈生脸等比长大 正如明星该脸红了 近期《星暗战烂正火人》上映中 赵露丝饰演的成少商古灵精怪 反应迅速又天马星空 心怀家国大爱 宁愿舍弃自己的幸福 不免令人心生恋爱 尤其是背在林布宜身上变成小说包一幕 更是让人直呼可爱 不少剧民们没有看够 就把视线转移到了赵露丝的日常生活中 有不少网友扒出赵露丝小说的照片 有中学时期的有小学的 甚至一直扒到了幼儿园的照片 可以看出大家对赵露丝是有多喜欢了 中学时期的赵露丝留着其流海 在那个年代也是可以直接当作网红头像使用的 穿着校服的小照看上去青春洋溢 招牌式的阳光笑容还略带一点害羞 是青春期的模样了 小学时期的赵露丝戴着红领巾 因为是合照还有点拘束 是被迫营业的笑容 但在私下的生活照中 却完全是另外的模样 穿着小熊为腻的衣服 露出甜甜的笑容 出去玩就是开心 简直就是幼年成少商本人了 赵露丝从小就开始学舞蹈 各种出去表演 无论是在训练室 还是在表演中度休息时 赵露丝的表情都是甜甜的笑容 自信又享受 仿佛天生就是享受表演 适合舞台 而幼儿园时的赵露丝就更可爱了 和同学一起做手工 笑起来简直就是幼儿园 最美的一朵小甜花 就算穿着麻袋也是好看的吧 再小一点就是穿着花格子裙的那张 看上去还是刚购上幼儿园小白的模样 胖胖的小圆脸 激灵的大眼睛 肉嘟嘟的十分可爱 而且这孩子打响就自信 镜头表现感很强 那时候就背着手对着镜头笔叶了 从这些照片中能看出赵露丝从小到大 颜值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变化 简直就是完全等比例长大的孩子 至于说明赵露丝的脸上任何一柱都没有动过刀 是原装的麻绳脸 看着就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感觉 真是从小美到大的女儿了 其实赵露丝的脸并非没有缺点 从赵露丝小时候胖胖颜嘟嘟的小脸就能看出 她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因此小时候就有双下巴了 有时候在综艺的镜头中甚至都看不到脖子 整个就是一个桶状 可见在女性中赵露丝属于微胖的体型 但这也是赵露丝的优点 虽然有瑕疵 但是瑕不掩瑜 更体现出了真诚的难能可贵 赵露丝虽然脸上有肉 但从来没有因此而整容 原生离什么样就坚持什么样子 发挥自己的自信和常驻 脸上的肉自然而然就被忽略掉了 反观娱乐圈中的一些女性们 虽然小时候就长着一张美人脸 但却一直对自己的脸不满意 通过一枚整容 获得自信 借助外力让自己变美 但结果只能是因为整容导致脸不僵硬 反而让自己失去了美感 如今再看到赵露丝毫无掩饰地展现自己的全部 以及没有整过容的自信脸 恐怕该脸红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